甘薯进入盛产季了 预告8月26号当天的甘薯节活动 金山区长特别来到了 位在五湖里山区的远足生态农场 体验挖番薯、烤甘薯和吃甘薯 也邀请喜爱户外休闲活动的朋友们 趁着金山甘薯季来金山贴近大自然 品尝新鲜甘薯的无限魅力 金山最备受期待的农特产甘薯进入盛产季 由火山地质、半沙质土壤 加上阳明山系、水醇灌溉 孕育出口感绵密又好吃的 台农66号红芯甘薯 正好是碰上今年甘薯生长季节 气候条件好 没有风雨的灾害 因此今年甘薯可以说是大丰收 而下周六8月26日即将举办甘薯节的活动 区长也邀请大家趁着盛产 来到金山挖地瓜、吃地瓜 我们金山甘薯从这个月开始 陆续开始大量生产 一直到8月底 都有我们美味甘甜的甘薯 台农66号 所以我们在8月14号 昨天我们也办了我们的一个竞赛 包括甜度、重量以及造型 所以参加的农民也非常踊跃 已经选出前三名 我们会在8月26号的祖活动 那天来做一个颁奖 那祖活动当天我们也有千人控谣 那目前也有开放下午场跟新荒场 那报名也非常踊跃 大概都已经额满了 对那除了当天的活动 我们也希望许多市民朋友来到金山 不只是只有体验甘薯控谣 那我们在老街 或者是我们在山区的鱼路古道 或者是我们在海边的中角湾 那石头山等等各个凤金链都欢迎大家来做一个体验 刚出土的金山甘薯外皮鲜红且肉质饱满 看起来是相当的可口美味 而不只是外表好看 口感更是相当好 在今年金山甘薯王的竞赛当中 甜度王更是以13.2度 堪称如水梨的甜度拿下冠军 民众若是想要来到金山县地体验 挖地瓜烤地瓜也不是问题 许多的返乡青农开辟特色的农场 让大小朋友都可以玩得很开心 今年2023年 我们远族农场地瓜季准备要开跑 我们在8月19号 我们就开始开放让各位小朋友来挖地瓜 那详细想要挖地瓜的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上远族生态农场的官网来做报名 那我们除了挖地瓜之外呢 我们也有做一些像是生态导覽的部分 然后还有我们园区一些特殊蝙蝠的生态 也会为各位小朋友做介绍 那除了可以挖地瓜之外 我们现场就是也可以提供报名开放 就是控窑 控地瓜 然后我们也有烤鸡烤鱼 就是当大家的午餐 那我们也有做手作鸡蛋糕的部分 有很多元的一些体验项目 可以让各位小朋友来这边做体验哦 在五湖里山区的远族生态农场 大片的绿地 种植地瓜 蔬果 还有香草作物 此外还有小朋友最喜爱的小动物 像是兔子 蝙蝠 山羊 还有蛋鸡 让食农教育得以向下扎根 认识土地作物与动物之后 还可以到控窑区 自己烤地瓜 吃烤鸡 度过充实的一天 而金山区长也邀请大小朋友 抓住暑假的尾身 到金山走走 体验贴近大自然 挖地瓜 烤地瓜的乐趣 聚焦评和金山采访报道